美国有滚天团联合公园的主唱查斯特 传出青春的消息 也让全球愿民心碎 成军21年联合公园共推出7张专辑 累计销售超过7000万张 跟两度获得格莱美音乐奖肯定 最新的专辑光芒在线5月刚刚问世 而最新MV在网路上公布也不到几个小时 现在留给歌迷无限追死 熟悉响音搭配上几点画面 一幕幕让乐迷们再熟悉不过的表演场景 联合公园主唱查斯特 又给歌迷无限追思 魂后爆破例唱腔 2002年以单曲Crolling 首度拿下葛莱美奖 编合公园更被誉为是21世纪后 最具影响力的乐团之一 全球专辑狂卖7000万张 主唱查斯特唱出无数经典歌曲 其中最耳熟能详的 就是替卖作电影《变形金刚》 现唱主题曲 摇滚冠冠军单曲 成了变形金刚系列金字招牌 查斯特三度现身 甚至在2011年举办免费演唱会 为电影宣传造势 人气席捐海内外联合公园 也曾在2007年首度来台开唱 吸引4万多名粉丝超胜 也创下亚洲巡演单场最高人数记录 相隔两年再度访宝岛 遇上莫拉克台风重创台湾 五人慷慨捐出近百万台币协助救灾 他们失败了我们家 他们失败了所有的货币 他们失败了 《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会给予预计 帮予预计 我们能够做到每一切都可以 然后给予预计 真挚情感流露感动不少台湾乐迷 联合公园前后来台四次 主唱查斯特则是带着个人乐团 多来一次 还大方将自创歌曲 提供给国篇猛甲作为配乐 我觉得我想要成为 《变形金刚》的角色 对 坏人 小狗就是视线的角色 就是视线的角色 对 视线的角色 和导演纽承泽 演员阮金天等人 有说有笑 查斯特出席记者会 不难看出私下清明形象 一代巨星用强大歌声 陪伴歌迷走过二十个年头 一首首动人歌曲 也将成为乐迷们 最珍贵的回忆 记者 红香 陈玉智 台北报道